騎在地看世界 來看中國過去 二十四點前來 又增加三十二例 確認的白雷 其中二十八例 本土白雷有二十五例 發生在北京 這個國界是孤島來建議 北京很有可能 將作中國 有一個疫情的黨災區 另外中國的關方說 北京這一波的新疫情 這個源頭是追散 北京因為有疫情之後 每天都有新的確認的個案 不到兩禮拜的時間 當地確認的白雷就有200人 還有有向外擴散的處罪 但是中國政府說 北京的疫情已經有控制了 每天新診檔的報告病例 不等於是新感染的 吳俊優說 17核新的確認白雷 都是12核進行發生感染的 如果把白雷發病的時間 做一條線 高峰點發生在6月13日 未來幾天 還有白雷出現 但是越來越少 這波疫情的關頭 我尊有人為和追散有關係 溫度低 比較適合病毒存活 再加上這些地方的室度大 他還說 經過調查發現 新發地市場 不會追散的團雄和工作人員 感染人數比較多 發病的時間也比較早 你剛才去天堂地市場買工店嗎 買工店嗎 買工店 喔 買工店 買工店 經過中國官方媒體的報道 第一位確診的人 是住在塞車區的董事室 而且對他很討厭 說他雖然自己確診 但是也是很冷靜的去活躍 半個月以來他自己去過的地方 還有還接觸過所有38人的名單 中國媒體又強調 這對衛生單位以後的隊長 非常有幫助